报答 那这样子下去两个关系 还有什么前途 那我们看下一页 那我说 我希望我们桥界 能够同意我的一些主张 就是说 我的看法就是说 我先用16个字来洗脏 我的这个路径 反对分离 接受分治 推动统合 共义统一 怎么讲反对分离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台湾必须做出 我常讲台湾必须做出一个 不是让步的让步 什么叫不是让步的让步 说台湾反对分离 就是说我们保证不分离 整个中国的主权 为什么不是让步呢 因为我们的宪法 本来就不容许分离嘛 除非你修改宪法 除非你修改宪法 所以我刚刚讲 我民进党的朋友 我刚刚讲说 你们有一个立场 你把宪法改了以后 我也接受用尊重 反对分离 可是你在没有修改宪法以前 我中华民国是 就是中华民国 我的主权是包括大陆 所以我的反对分离 其实我是符合宪法 我没有让步 可是为什么说还是让步的 因为台湾毕竟 还有很多的主权分离主义 还是主权分离 那北京呢 接受分离也是一个 不是让步的让步 为什么说不是让步的让步呢 中华民国存在了六十多年 我坦率来讲 中华民国护照 比中华民国护照还好用 黑市价钱更高 为什么 拿着我们的护照 跟全世界一百三十几个国家 地区免签证 大陆地区只有几个而已 所以开玩笑讲说 中华民国官员 哪边都不能去 中华民国老百姓 哪边都可以去 大陆的官员 哪边都可以去 大陆老百姓 哪边都去不了 去得比较困难 这是他们网路上开玩笑讲 就变成说 你北京 你也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接受分治 所以你北京 其实没有让步 因为你本来现在跟我谈 二十一校协议 你本来已经某某程度 接受我的治权 可是你北京 毕竟还是让步 因为你北京 毕竟以你以前的政策 是不接受我的 所以这一点方面非常重要 就是说 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台湾 我也要批评我们台湾 就你天天对人家讲说 要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我请问你一下 习近平怎么敢承认你 他现在承认你中华民国政府 他表达历史要重新改写 他马上还是违宪 所以必须要在一个 比两岸之间 更高的一个协议 产生了以后 他才能够接受 就像 所以我主张这个 第三线 各位你不要一看着宪法 像大陆一看着宪法 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宪法 我说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我请问各位联合国宪章 是不是也算是一部宪法 WTO宪章 是不是也是一个宪法 它是一个constitutional document 宪法性的文件 因为我们所谓的宪法就是这个地区的最高大法 一般叫国家最高大法 可是现在的人不可能只受自己国家的约束 他越是现在人他越受的约束越大 就像我们受到联合国的约束 不管我们加入联合国都受联合国的约束 我们也受到世界WTO的经贸的约束 我们也受到世界卫生的约束 环境的约束 换句话说其实现在人上面的约束是越来越多 那对北京来讲你也必须要给他一个约束 他才能够修改他原来的宪法所主张的东西 所以说当两岸这种反对分裂跟接受分治 他达到一个共识之后他就签合并协议 这个合并协议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把现状给他顾理一下 就是反对分离跟接受分治 可是光降是不够的 因为这样子北地匯想说 那不是永远维持现状吗 那永远维持现状 你台湾是台湾我大陆是大陆 那台湾最高兴啊 那一定要有什么 一定要有一个核的一个机制 就是什么讲 一个推动统合 推动统合就开始说 就是说我们在现有的机制之下 我们来共同来创造一个新的一个主体 就变成说原来有一个主体 台湾一个主体 大陆一个主体 我们在两个主体上面 我们创造第三个主体 等下我再讲 这就是推动统合 各位统合的概念 是对小的一帮经济体是最有利的 一般来讲呢 就说像荷兰比例是一个深奉 它为什么跟德国法国不是搞FTA啊 它为什么要搞共同体呢 因为搞共同体的话 它才有发言权 我们大家了解 大家对欧盟比较了解的话 它才有发言权 如果纯粹只是FTA的话 我再帮你吸干 帮我吸干 我也没办法 因为做生意嘛 可是有了共同体以后 它有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可以扮演一种 所谓的重新领导跟调节的功能 所以你看荷兰人可以 或者卢生堡人 他可以做到欧盟的执委会主席 他可以来管这个所谓德国法国的事情 所以统合这个概念是以小博大 一个最好的东西 而对北京来讲 你要统一 你一定要经过和的过程 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我跟各位讲 自古以来 统一的论述 是永远讲不过独立论述 我讲这句话 大家本应该吓死 我常常开玩笑讲 每个小孩子也不希望将来长大 永远跟父母厅住在一起 他希望离开嘛 他离开有时候并不是说 我跟你分家 但他希望自己有自己的空间 可是你永远自己的空间怎么样 你永远还需要交朋友 再共同参加一个组织 你还是要共同跟别人合嘛 所以历史上发展就变成说 没有啊 我为什么说统一讲不过独立 你看看 独立在某种概念上 当我讲这个独立是independent 它并不是个sensation 就是分离主义 或者分割主义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想自己当家做主 所以说为什么统一 他到最后都是用武力方式去解决 因为大家都不想跟他在一起 每个人都想自己有一点 凌为棘手不为留后 你看联合国当时成立的时候才51个国家 现在有194个国家 有143个国家是独立的 真正统一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东西的一个南北越 一个是靠打的 一个靠经济把它吃掉 所以换句话说 你今天要让台湾要完成统一的时候 北京必须认真一个思考 你不可能现在从分直接到一 你中间必须要一个过程 就是统合 先合 合在一起 然后才到一 我觉得这是一个逻辑上非常清楚 等一下我再介绍一中三线两岸统合 那我用一中三线两岸统合呢 把这几个反对分离 接受分制推动统合 共一统一 那共一统一呢 可能是50年100年以后的事情 我们大家不必急 但是推动统合呢 基本上也是做到一点说 你给北京一个想象的空间 你不要让人家寡妇死了 这不可能 没希望 但是大家往这方面再努力 那我认为北京应该修正什么 我们也不要叫北京 把这合并统一国两制把它修正 就是你原来主当是 合并统一国两制 但是你现在可以倒过来 一国两制怎么样 走向合并统一 那一国两制这个国呢 其实是整个中国 现在不就是一国两制吗 如果我们把国这个字 当成是整个中国来讲 既不是你大陆 也不是我 也不是你 那整个中国现在不是两制吗 那你北京应该思考说 怎么样从一国两制 走向合并统一 你应该思考是 一国两制走向合并统一 这个过程 你现在要去思考它 这个北京必须要认真思考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国这个字呢 各位你想想看 就说我们中国跟西方不一样 我们中国讲中国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国讲说 唐宋元明清啊 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政府的概念 我们讲天子天子 天的儿子 是天的儿子在管的 它是政府的概念 这个国呢 属于老天的 我们中国来讲 属于具有王道精神的 你知道中国常常就说 暴政立天立亡啊 就变成说 中国的文化就说 因为你这个政府啊 得不到人心了 所以说换我来统治 换我来统治 对我们现在来讲 换了一个政府 一个朝代就换了一个政府 这个中国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中国二十多时 说我下面的一个朝代 我把你上面推翻 以后我来写你的历史 因为我是延续你的 我来写你的历史 告诉老百姓说 上一代上一个国家 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让我们这一代要帮我避免 所以严格来讲 中国它是中国这个概念 我们因为现在受到西方的影响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固和国 其实不是 其实我们应该是 中华民国政府 中华人民固和国政府 当国家统一的时候呢 你可以说 中华民国就是国 可是当国家处于分的时候呢 你的国民 其实是政府朝代的名字 也就是中国 原来是唐的政府 元的政府 宋的政府 宋元明清 清的政府 到了1912年 中华民国政府把它推翻 换成是我做政统 可是1949年 中华人民国政府 把中华民国 它认为推翻了 便它具有代表性 所以大家是 真正这个代表权的问题 谁代表中国的问题 包括联合国 2758号决议案 把我们赶出去说 把我们的代表权 交出去 但是联合国也没有说 中华人民国和国 IIS East China 你不是说 因为那边还有一个中国在 现在就是说 基本上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概念来思考 假如我们今天是整个中国 我现在有两个政府 两个现任政府 我们应该思考 是怎么有两个政府 将来走向和平统一 所以基本上 北京的一国两制 它应该这样去解释话 它就比较豪然开朗 那北京也要告诉我说 你有什么方法 从一国两制 走向和平统一 现在没有 现在它的逻辑不是一样 它也就是统一和 我给你一国两制 这个逻辑是完全不通的 所以我希望北京 包括我希望演讲 和大陆朋友在里说 大美尔回去要思考说 我们今天在生活这个时代 要把邓小平的和平统一国两制 要重新的诠释 要有新思维去讨论它 我们并不去否定它 现在从一国两制 走向和平统一 那北京也必须要修改 北京的国统当理 我的研究有两个地方需要修改 台北 台北修正 台北应该修正就说 第一个 我们的国统当理 还是一中各表 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可是这个东西其实也不对 因为那个是在 忍战刚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宣誓 是我 然后再讲一大堆 要追求国家统一 但是国家怎么统一呢 我们从忠诚到远程阶段 一下就跳过去 一下就跳过去 跳太快了 你现在两岸官方往来 然后就要跳到共一统一了 那谁敢跳啊 所以这个过程中还没有 那这个过程像我认为统和 就是在鼓出那个忠诚到远程阶段 这段最重要 因为两岸这一段才是大家最重要 所以我的单位叫统和学会 就说 我在这一个所谓反对分离跟接受分支 这个情况下 我们来思考说 怎么样追求统和 让这个统和的过程中 彼此都能够享受到最大的利益 而为整个中华民族 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好 下一页 我就简单先画一个表来形容 你说我认为两岸目前的政治现状 包括我认为是主权宣誓是重叠的 而自权是分立的 那彼此都是一个平等的现任之余主体 那对外的权力呢 物质权力的确是不对称的 好 下一页 好 两岸中国的关系 左边的是北京的主张 China就是PRC 那它是等于PRC 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国 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的主权跟领土完整 不容分割 叫我来讲 我都同意 我都同意 我跟你讲 我都同意 可是我希望你北京再加第四点 中国的主权为两岸人民所共有跟共享 才敢不敢加嘛 当它嘴巴上讲 你加加看嘛 那主权大家是共有的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主权了 我也有主权了 那像我的话我会把说 建议不要用一个中国 整个中国 大陆与台湾同属 整个中国 那整个中国的主权跟领土呢 是不同分割的 那也是符合我们的宪法 那右边的话台北方面的主张 那是各种奇奇怪怪都有 包括China等于ROC China等于PRC 因为像民进党认为说 我也主张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是另外一个东西 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民进党也主张一个中国政策 所以北京一个中国政策是有问题的 那也有人主张一边一国 那我的看法就是说 我们应该先建立一个概念就是说 整个中国是China等于ROC加PRC 也就是我们在思考两个问题 要有三个概念 要有三个概念 今天两岸是有三个东西 一个是台湾 一个是大陆 还有一个是两岸加起来的东西 我们一定叫做屋顶 联合包叫大屋顶 那也是我最早的主张 或者我们叫第三主体 就是一个主体 两个主体 第三个主体 我们要做的是怎么样把这个第三主体 要合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场上 最后一个男女在一起交往 男女在一起交往的时候 其实他就创造了一个三个主体 因为男生本来是一个 他自己有自己家庭 他是一个主体 女的他有家庭 在一个主体 可是两个站在一起 是不是两个家在一起 就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主体 所以第三个主体就开始产生了 在下一页 那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 其实香港澳门的基本法的法源 是源于中共宪法第31条 所以香港澳门呢 北京跟香港澳门的关系 其实它是一个父子关系 它是一个祖从关系 好那我们看台湾跟他一不一样 下一页 台湾当然不一样 你看就说 你看我中间画两个圆 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宪法 它是1954年 1975年 1979年 1989年 它四次的不断的修正跟更改 那我们中华民共宪法比它早得多了 是1917年 所以说 我说现状的左边两岸都是一宗宪法 就是大家现在的宪法都是一宫宪法 就是我们站在宪法角度来讨论问题 那两岸的治理其实互不隶属 那右边这一栏呢 我认为说 你看我中间画一个锚钉 就是这个锚钉就是把现状给它固定下来 现状固定下来 现状固定下来呢 就是透过什么 透过和平协议来签 和平协议签的时候呢 我认为基本的互信 就是把现状再重新讲一遍 很简单再重新讲一遍 那重新讲一遍是什么 因为我们是主权是相互重叠的 我们主权宣誓相互重叠的 所以我们可以共同承诺 不分裂整个中国的主权 那我想北京这一点 他基本上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因为这是符合他国家的 最重要的目标 那对台湾来讲呢 那你必须 北京也必须做一个让步 那这也是一个政治现实 我刚刚讲过说 两岸是宪法上的平等关系 因为你是宪法 我也是宪法 我常常跟北京朋友讲说 请你不要觉得我台湾很小 那是因为你北京太大 13亿人口 2300人不小 2300人在欧洲也可以派第七大国 那比新加坡大多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越多 对我们的气候 我2300人不小 因为北京13亿人是你太多 但是在我们在两岸之间相处之后 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因为彼此都是以宪法来尊重 我的宪法不是来自于你 我的宪法是来自于 当时你共产党还有参与 甚至我认为说 我们共同成立 共同接受主权 包括对方也是我台湾的让步 为什么是我台湾的让步 因为我中华民国在自立宪法的时候 我主权是包括国大陆 可是你中华人民共同在自立宪法的时候 自立宪法1954年时候 你从来没有包括过台湾 所以我在做这种主权 互相包括对方的时候 是我台湾极大的一个让步 对不对 是我承诺不分裂整国中国主权 是我极大的一个让步 所以北京应该可以体验到台湾这种善意 但是你北京也必须有一个善意 就是接受分子 那我觉得最精彩最重要的就是 在平等互动的时候 大家应该才能共同去的方式 好 再下一个 我简单画了一个图 就是说 左边是PRC 右边是ROC 好 就是我们在这种各种的议题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在南海 我们今天南海 比如说我们东海南海很重要 大家合作 大家怎么合作 我觉得如果说对台湾最有利 跟大陆最有利的方式 我们成立一个海洋共同体 这个海洋共同体像欧盟一样 各位知道欧盟它是什么样的概念 是N加1的概念 原来6个国家 它有7个组织 原来10个国家 它有11个组织 它有现在28个国家 它是29个组织 28个是每个国家还是一样的 第29个就是它共同组成的 在这个第29个里面的时候的 是大家共同来参与 我常常讲这个很简单 我们今天跟大陆相处 也不必互相骂来骂去 我们的民主比你好啊 你的共产 你的效率比我差 因为大陆盖条高铁很快嘛 我们盖条高铁搞得好慢 我们的机场捷律 搞到现在还没搞完 所以我也常常批评我们自己 我们台湾一定要批评我们自己 我常讲我们的民主需要深化 而不是神化 不要把台湾民主讲得好像是天下最伟大的东西 这也不对 我们的民主还有的路要走 不让大家在美国更了解 它也常常要路走 那同样道理我们也互相尊重 就跟兄弟互相尊重 大家的管理方式一样 但是你只要不要帮我的小孩 把你的帮你的 你的儿子是我的侄子啊 你打伤了我当他官 但是他差不多的时候 你就容忍他一下 但是呢 在这个第三主体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讨论 什么样的制度对我们更好 也就是你有你的制度 我也有我的制度 我们各管论 但是在这个第三个 比如像海洋共同体的时候 我们就来互相轮流坐 今年你做主席 明年我做主席 就跟欧盟一样 他轮流坐 然后呢 所有的官员 我们从两岸去招兵买马 你可以招大陆 我可以招台湾的 招来以后 对不起 他就不再属于台湾 也不属于大陆 属于这个两岸共同体 他保持客观跟中立 跟联合国一样 或跟欧盟他们所谓的 都是中立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种的三角形 这种的组织 越来越多了以后 包括海洋我们可以 包括农业也可以 包括一些像食品安全也可以 为什么都共同体呢 基于我刚刚讲 你早参加艾克法是早死 晚参加艾克法是完死 不参加是完死 不参加是早死 参加是完死 为什么 如果说你只是搞这种 自由贸易的时候 你小的很容易被大家都吃掉 可是当你搞这个共同体以后 这个共同体它的权力是凌驾在两岸 就跟欧盟来讲 它可以保护到这些小的地方 所以这个小的最大陆最有利 那最大陆有利什么呢 因为只有这个统合你才可以走向统一嘛 可是对台湾来讲 只有统合才能保护台湾 那我用几个字来形容说 互为主体共有主体 就说民进党 民进党它要求就是一个主体性 因为台独是走不通的 台湾那种我想大家都走 我不是说走不通 它不同代价太大了 各位想想看 人家搞独立是什么 是抛头撸撒热血 搞恐怖主义的 台湾搞独立就是 向政府申请一个台北市议会 晚上五点钟到晚上九点钟 九点钟就解散 嘉年华市的方式可以搞到独立吗 打死我都不相信 你不流血怎么可以搞独立吗 大家都怕死 怎么可能独立吗 可是台湾我们刚刚从那种迷一调查 我们把那个迷一调查重新解读 其实它代表是一个主体性的需求 就台湾希望自己围有自己的主体 那好 在我们共同体里面 我们因为互相接受 随方的自选 我们彼此都是一个主体 所以我说我们互为主体 但是我们又共有主体 所以我讲的是 一加一等于三的概念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一加一等于三 我们两个各是各的 但是我们开始创造第三个 第三个对大陆来讲是 我们要迈向统一的 我们必须有三 这不是我讲 这是老子道德经讲的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就是中国的哲学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三的概念 因为早期来讲你看看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那是一加一等于一嘛 你嫁了自己都性都没有了 跟着这个男生性 一加一等于一嘛 那这个台湾是不能接受的 那一加一等于二 这北京是不能接受的 两个在一起 还是各管各的 北京不能接受 那我觉得最好方法 一加一等于三嘛 就是你还是你 我还是我 但是我们开始共同创造 这个东西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就自然就统一了 可是这个东西 是大家在这种 和敌的心下往上在走 分中有和 和中求和 怎么样 和 第一个和是主权 我们的主权是和的 财产是我们大家共的 我相信北京这个方面 他不敢说不对 可是北京也必须认识说 我们赤权是分的 赤权是分的 管理分的 那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是自权的统和 我们自权是分 但我们慢慢自权的和 这不就完成统一了吗 这跟欧盟不一样 欧洲的统和呢 是主权国家 开始统和 也就是 他要求北京说 你先承认我独 我再给你统 那北京怎么敢承认 承认独就跑掉了 对 就好我们都会讲说 那我们加入联合国嘛 东西的加入联合国 不是一样统一了吗 这个问题太大了 东西的加入统一 那是非常奇特的 一个历史的经验 我现在以后再讲 那北京是不可能接受的 可是我们所主张的 两岸统和的说 我们在整个中国 这个框架之内 我们来推动统一 这个北京就没什么好反对 我们在主权和的情况下 我现在讲主权不是一哦 一岸和的概念不一样 主权和的情况下 我们来推动统和 所以我们彼此的主权呢 是共有跟共享的 就好比说 故宫的东西也是我的 也是你 只是我们到台北 跟北京去管理而已 那更重要的这个认同呢 是建立一个重叠的认同 重叠的认同 因为我刚刚讲 台湾的认同分歧 已经开始开了 你今天台湾 已经走到这个地步 你不可能再把台湾认同 来认同中国大陆 我坦率来讲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那唯一要做的就是说 你让台湾给台湾认同 但是大陆有大陆认同 我们来创造一个 第三个认同 好 下一个 我们厂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就是 没有参与了 就没有认同 我想很重要的概念 你没有参与就没有认同 不参与这个团体 我怎么会认同这个团体 同样道理 大陆现在的发展 我们永远只是去赚钱 我怎么会有认同 这是一定的 所以像香港 澳门今天出的问题也是这样 大家只有骄傲 没有认同 那一个完整的认同 应该包括什么 法人认同 制度认同 跟民族文化认同 这是我自己研究的成果 法人包括什么 比如说国家 国家是一个法人 政府是一个法人 但是这个认同 各位想想看 多难了 说我一方面认同中华民国 一方面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觉得这是一个高难度 但是唯一的方法向欧盟解决就是说 我们创造一个整个中国 我还认同我的中华民国政府 你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在这个第三个方面 我们开始认同 就像欧洲现在别人说 我是德魏 你是法国人 但是我们都是欧洲人 虽然我是德魏 你是法国 但是我们手上 同一方面同样的货币 对 我不是说同样的货币啊 虽然打球的足球的 各踢各加油 但是到酒馆喝酒的时候 掏出来的钱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是欧盟在慢慢解决这些问题 那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欧盟它最近现在 做到一点成功的地方 欧盟大概 欧盟的国家里面 不会再有战争 你在那些人还想到 德国法国还会发生战争 几乎是 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的伟大的成果 所以我说 共同体制人类 二十一世纪 二十世纪 最伟大的一个政治收获 和政治成果 所以这就创造第三个 那制度呢 我很难认同收获 一方面认同中华民国制度 认同中华民国制度 那我们还是保留各自认同 但是我们开始创造第三个制度认同 那文化方面呢 我是觉得 这个东西很不需要再创造第三个 那大陆印象统一 我们看哪边走得好 我们就学了 很简单 大陆的简体制 你甚至要做一些调整 简体制有它存在的必要 我带来一些学者 我们两岸统合学会 我们帮大陆规范的 只要一百五十七个制 你所有的简体制里面 只要改成一百五十七个制 其实你就可以比较 走向有道理的东西 那一百五十七个制 能够愿不愿意改 我相信应该不难吧 一百五十七个制 不是几千个制 那两岸的文字是可以去同的 我再举个例子 两岸特别坐下来谈 所有的国中跟高中的国文课本 我们可能一半以上是重叠的 让这两岸的小孩子 读的都是同样的国文课本 一半以上 百分之五十 过五年以后百分之六十 再过五年以后百分之七十 对不对 我们慢慢慢慢增加 那两岸特别用同样的一本 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呢 像我们在台湾编这个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你大多就放开心 就说台湾编的好 我哪里用就好 这样子是不是在文化这一方面 大家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去同 那你香港像最近闹得比较厉重 香港严格来讲 它是1997年 它只完成了法的认同而已 就是只处理的统一的问题 但是它没有去处理制度认同的问题 也没有处理文化认同的问题 所以香港今天当然有问题 那我们换句话的时候可以告诉北京就说 我们怎么去诠释香港的回归 在我来看诠释香港的回归是1997年 是统一的一个开始为 统一没有结束 香港还没有完成统一 香港真正的统一应该是等到五十年以后 五十年不变 或者一百年以后才完成真正的统一 因为真正的统一一定是一国一制 也许即使它联邦制 它也是一国一制 所以说把这个统一的概念再把它区分成是 开始统一跟完全统一 好 假如我们用这两个概念心统来确定它的话 当台湾做出了反对分离这个宣誓的时候 我们站在北京的立场 特别跟他讲就说 其实也是统一的开始 就像一个女的告诉你说 我不答应嫁给别人了 那什么时候东方花族夜 什么时候跟你结婚 看你的表现 康复过不努力的结果 那这样子的一个诠释就是说 让大家才可以真正找到一个比较安心的地方 那我是觉得用这样子的思维逻辑的话 你就问题比较好找 好 再下一个 张教授还有十分钟图不完关门 好 你把问题对我去 好 十分钟 没有什么事情好 那我是因为大师出来 就是我本来以为这个可以讲两个半小时 没问题 我用给的概念 因为幸运大师讲这个三好事给 就是所谓的这个 两岸要多做好事 说好话存好心 那我认为是给的方式 那给的大师讲了四个给 就是给人信心 给人方便 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 那我认为说你大陆 比如说你大陆愿意 所谓的接受分支的话 其实你是给台湾方便 因为台湾现在很不方便 在国际上走不出去 那你也给台湾一点信心 台湾现在就是没信心 因为两岸都处于状况下 台湾称呼的恐惧 那同样的大陆 你也给大陆一些 台湾也给大陆一些欢喜 给他一些希望 他就是主张要统一 你就给他一点希望 你不要让他统一的希望都断掉了 这个东西是很难接受的 你给他一点欢喜 我们反对分离嘛 大陆听了一定很高兴 可是事实上我只见没什么伤害 所以我认为说两岸应该相互的尊重 就是反对分离接受分支跟 反对分离接受分支 其实就是一种尊重 而统合的就是一种包裸 所以说我认为台湾要给北京 统的想象跟一种可能性 那北京应该给台湾主体性的需求 跟国际的参与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彼此之间要能够让的 那我是把这个让的 把它落实在于我的知识全员 把它呈现出来 好下列 那这个我就不讲了 那个大师讲的五合 就是希望给的结果就变成是 自信合约 家庭和尘 人我和尽 世界和谐 世界和平 那我认为能够相互的尊重 就是双方为现成自己的主体 与包容 就是共同建立 共同体的包容 两岸一定可以和平的发展 就是我们相互的尊重 相互的包容 下列 那我这边两岸统合协会在介绍 我这些工作 我这边就不多提 就包括我来推动的 两岸政治定位 两岸国际参与 退休大事 还军事务心 文化融合 海洋河洲 那我也成立出版社 还有我准备成立一个勤天学院 来培养青年具有正面的两岸观念 发展的都可以行动力 下一个 这是我写的书 五十万字 大家可以到中平网上的线上开决 可以全文下载 下一个 那这是我勤天学院 我设计的灰 其实就是勤天百亿的意思 那是用勤天 就是比较软性的诉求 好 再下一个 那我希望桥界能够做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 桥界希望能够 我自己希望说 从以前的革命之母 现在可以成为一个统合之母 因为我觉得 侨胞可以站在跨超越 我常讲的不是站在中间 而是超越红蓝绿 不是红蓝绿中间 这两个概念不一样 不是选边的中间 而是超越他们 我都考虑到每个地方 像北京立场 国民党立场 民党立场 我觉得我们在里面都考虑到 然后相互传播 这个尊重跟包裹 并有理想性的统合理念 向双方一建议 那我也希望我这个拍摄纪录片 大家可以像这边电视台 华人电台 你可以拿给他 请他放 那自己的小孩子 也可以借给朋友 借给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边听 tem我怎么会 我 healing 我来说